在哪里呢在上方或者在哪个地方要能够跳出来 那这个地方跳出来怎么做 那在还没有讲这个之前 前面好像有同学问过就是说 我要怎么可以让这个 我的比如说Excel开启的时候呢 就执行这个表单 这个也很重要 比如说我一启动它 它就要自动帮我把表单启动起来 如果说你今天的希望 第一个问题就是 希望在Excel启动这个档案的时候呢 顺便把这个表单启动起来的话 那你可以特别注意 在这一个我们的工作表里面 特别注意 在专案里面呢 这边有一个叫做List Workbook 如果你今天希望能够 这个表这个这个 这个工作部呢被启动的时候呢 也启动这个表单的话 那请在这个地方 点两下 List Workbook就出现了 那当什么状况 特别需要 这边有一个叫Workbook 里面呢 它有一个叫什么呢 Workbook Open 也就是当这个工作部怎么样呢 它被打开的时候 那它做什么动作呢 就启动这个表单 那启动表单的方法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打上什么呢 User Phone 用One 点点一下 有出现 表示没打错 点Show OK 那你就把这个地方Show出来 那当我这个表单 这个工作部 也是这个档案打开的时候呢 它就应该会启动这个表单 那最后呢 我把它Save一下好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预设的应该链写档案 它会需要另存成那个 XML SM 把这关闭一下 比如说关闭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范例打开一下 应该是这一个 OK 开起来 那开起来呢 你会发现呢 它就自动会打开了 有没有 所以同学前面有问到 要如何在表单启动的时候 自动跳出来 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直接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Visual Basic里面的这个List Workbook里面 记得有个Workbook Open里面把这个表单给秀起来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当我怎么样 关闭之后呢 我还要去找到 嗨班里面这边按钮 这样启动 可是这样好像有点不方便 那有没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让我直接就可以在上方 找到那个按钮 并且执行 那这边呢 顺便补充说明一下 一般这边有个叫做 制定快速存取工作列的 假如说你有一些聚集 是每天都会用到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在这边加一个按钮 那按钮的方式 加按钮的方式很简单 在其他命令里面 你可以找到 其他命令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什么 聚集 聚集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刚刚有加了一些聚集出来 有没有那其中会有个叫搬移 叫启动表单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启动表单呢 加到我的制定的 这叫什么 制定快速存取工具 工具列的话 你可以把它新增进来 不过特别至于 它预设的这个按钮 大概都长这样 聚集都长这样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下面有修改 你可以把上面的那个按钮部分呢 做一个修改 修改成什么 比如说启动表单 表单的话 这个好了 找一个类似像表单的 一个图示 按一个确定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呢 就会有一个什么 启动表单 那以后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 做启动 而不需要说 一定要自己建一个 这个按钮 那每次这个按钮呢 换一个位置 又不建 的问题发生 那么这地方 就可以启动表单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刚刚主要两个地方 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何让这个 Excel开启之后 自动帮我把表单启动起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直接在我们上方 可以得到一个什么 一个按钮 可以启动那个表单 画面还给各位 来试试看 然后